后来关心的这个松山雨天 今天呢是这个第一天的对飞 不过来看到在日航呢 资浅台籍空服员赚百元 集结在这边抗议 向中号连线记者任以邦 好 各位观众 今天松山首航对飞 六十年历史性一刻 但松山机场外面非常不平静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日航的人呢 大动作的上百名人员 集结松山机场门口大抗议 最主要的因素是来自于 他们抗议日航 在六月的时候 吴玉锦裁员七十名空服员 而且给空服员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公司的财务不佳 所以呢 要员工选择优退的方案 不过却让这个员工非常的傻眼 因为他们第一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而且第二 吴玉锦宣布他们解职 这样的动作几乎是非常的违反 拜四 礼拜四的协谈会的会中 不对 再更早一次 劳委会的官员为了这件事情 再去跟我们日航关切 我们的日航 一样的一样是用笑召的态度回他说 现在是你们中华民国政府 来求我日航回复他们的工作权吗 面对民航局的官员来关心的时候 日航也说 这是你们中华民国政府的事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把所有的台湾的空服员全部换成日本的空服员 为生活我们可以忍 但是欺负台湾人 检查台湾人 我们不能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来了日航很多的自身空服员 平均大概都有10到20年以上的资历 临时接到这样子解职的通知让他们非常不能接受 甚至在现场累撒会场 因为他们说工作了20几年对这个日航也非常有感情 但是当公司要和他们说再见的时候竟然是用这样子 我已经解职的动作也令他们非常气愤 包括之前和老委会以及民航局的人多次协商 日航的态度也相当的强硬 所以因此日航的人员 包括还有相关的工会人员 总共上百人今天趁着松山雨田对背 这样子的机会他们来到松山机场门口抗议 希望官方单位也能够重视 同时也希望日航能够还给他们工作权 不过截至目前我们也可以了解 由于日航呢 他在通知70几名的空服员解职的过程中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谈判空间 所以因此目前现在70名的这个空服员 已经大概有9成以上都被迫选择优退这样制度 现在只剩下7名的空服员 现在还在争取他们不愿意优退 希望日航能够给他们一个交代 以上目前是最近状况 主播